有什么想要跟杜马讲的吗 准playplay啊 准playplay啊 大风吹 吹什么 我们的前首相马哈迪 一宣布成立新政党斗志党之后 就吹起了一股退党潮 朝野各方对这个新党啊 可说是有爱也有恨 不知道人民老板们又怎么看呢 肯定这个新政党啊 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吗 我觉得都 有成立跟没有成立都是一样的 我感觉是 不安靠他干什么他想要 它们对他把重力的来说 未来的主要是 例如民众主要的 如果未来的关系的 但跟阿密说就不要了 像个部门一家的 我们可以再重新回应该 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再次增加很多人 所以我们再次增加很多人 所以我对这个党也是没有什么信心 如果你是这样跟阿华他们有一起的话 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比较有看头 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大部分人民对敦马的斗士党好像没什么信心 但创党人敦马可说是充满斗志 不过在民众的心目中 已经高临95岁的敦马 还有影响力吗 怎样讲他也是之前的首相吗 怎样都是有能力的 可能是一位最影响的人 他影响力也不会过几年吧 都这样老了 他95岁 他还可以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 你有什么想要跟敦马讲的吗 不要玩玩啊 不要玩玩啊 希望再次见你 就做了一件事,就做了一件事 就做了一件事 这就是我们给了一个新的空间 更多的能力 给了一个人的空间 因为我们不想一样 我们必须要一样的 我想看他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的 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好的 Malays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